你好,我是折折王子 我们来折一款飞翔的单顶盒 需要用到一个等腰三角形的纸 我用的是边长15厘米的正方形纸的一半 首先把一个角往下折 把这个往上折 放到背面 这一面往上折 翻回来 我们看一下里面这个边 把这个往上折 使里面这个边对齐 对齐上面的边 这个跟着折过来 展开 再把上面的边对齐刚才的折痕 展开 承开 按照这个折痕 折到上面 再撑开 按照折痕 放折到下面 另一侧也一样 撑开 按照折痕 放折到上面 再按照折痕 再按照折痕 放折到下面 放回来 把这个往上折 把这个往上折 展开 另一侧也一样 往上折一下 展开 放回来 左右对折一下 折到这个点 压一下中间 从中间这个点 把这个脚往下折 使这个边对齐这个点 展开 撑开 按照折痕 翻折下来 再把它撑开 往上 翻 距离这个点 流吹了一下段 这个按照折痕 往里折 背面也一样 然后下面这里 往上折 距离这个交叉点 可以流出一小段 然后这个撑开 往上折 另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往上折 这里撑开 调整好 然后 然后调整成头部 把这个撑开 里面的颜色翻出来 向左方 然后头部 往里折 留出一小段 再往外折 然后这个 嘴巴的部分 这个尖角 可以把这个 下面的颜色 往上折 放上去 这侧也一样 把头部调整一下 把这个小角 可以稍微往里折一点 上面 可以稍微往里紧压一点 然后翅膀的部分 然后翅膀的部分 沿这个血线稍微靠上一点 压出一道封线 捏出一道封线 把这个封线往上折 然后这个往上折 对其上面的边 这里跟着折过来一点 这里跟着折过来一点 硬测也一样 把这个封线 稍微靠上一点 捏出一道封线 把这个往上折 这个往上折 这里跟着 往上折 收好 调整一下尾部 折一下 再往上折 展开 撑开 按着折函 往里折 这里 把它撑开 调整一下 这一侧也一样 撑开 调整 这样一款飞翔的淡领客就完成了 关注哲哲王子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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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似的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